在车中如何最大限度的消除品患 在路上怎样科学的应对突发情况 实地求证 数据和推理解释科学道理 原来如此系列节目 安全驾驶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盛春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毅 生活中的一些司空见惯 而又难以解答的事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毅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刘磊 观众给咱们写了一封信 他是一位交通安全宣传员 他经常会被人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酒后驾车的问题 这还真是个问题 这到底酒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咱们先听听大伙 怎么说 我们的记者小李将作为本期节目的调查员 来收集大众的看法 您以前有过酒开车经历吗 这有过 好年钱了 什么都不赶 您认为 银酒会在开车上挡大影响 我只要喝了一点酒 绝对不会开车 也不会让我爱人开车 这可不是闹得玩的 我觉得呢 小心点 注意力集中点 也没啥大事吧 有的人他不喝酒还追呢 有的人喝多少都没事 这还是技术 在此次街头采访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 有过酒后开车的经历 还有很多人坚决抵制酒后开车 同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 少量饮酒不会影响驾驶 总结一下吧 还是有很多人是坚决抵制酒后驾车的 可是还有一些人就觉得 这喝点酒对开车没影响 居然还有人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酒后驾车出车祸 那是技术问题 我发现还真有不少人 对这个酒后驾车的危害 认识不足啊 如今 由于酒后驾驶所导致的悲剧 在我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根据国家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仅2008年一年 由于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 就达7518机 造成3060人死亡 7840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2800亿万元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根据酒后驾驶者醉酒程度的不同 细分为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 两种处罚标准 对达到醉酒驾驶程度的司机 除了罚款和赞口驾照之外 还将处以15日的拘留处罚 不管处罚多重 还是有那么多人抱着侥幸心理 继续酒驾的 不得值一招啊 让那些司机们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深刻了解到 酒驾后果到底有多么严重 我知道 咱们观众啊 是想要一个清晰的 直接的回答 这正是咱们擅长的 来 看实验 这一次 我们将对驾驶者在醉酒状态下的驾驶能力 进行真车驾驶测验 此次实验得到了北京市交管局事故处的大力配合 事故处酒精实验室的梁检军警官将协助我们完成本次实验中的酒精测试工作 接受本次测试的志愿者均是从大陆汽车俱乐部的会员中征集而来 由于实验的特殊性 这些志愿者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假铃 本次实验用场地 我们将在北京东方市上驾校的一条标准驾驶考试场地上进行 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中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大陆救援的一辆应急救援车和专业救援人员 将在现场随时待命 为了充分检测三位志愿者在最久前后驾驶能力的变化 我们针对性地给他们设计了一项紧急避让测试 测试者在教练的陪同下 首先在一侧车道以每小时25公里的时速前行 在这期间教练会发出便道指令 测试者必须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 从最近一个出口便道 这项测试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三位志愿者的机动反应能力 首先三位志愿者在没有研究的状态下 开始接受这项测试 尽管我们想通过不低于25公里的时速 以及继续踩刹车两下规则来增加此次测试的难度 但是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则费老司机的发挥 最终三人都顺利地通过了第一轮的测试 那么处于醉酒状态下的他们 又会对这项测试交上怎样的大券呢 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是确实是带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来的 我呢也确实想体验一下 在清醒时候驾驶以及和酒后醉驾到底有什么区别 三位志愿者根据平时的饮酒习惯 根据选择了白酒和啤酒 尽管他们的酒量都很不错 但是考虑到三人的身体状况 我们对他们的饮酒量进行了限制 半个小时后 三位志愿者再次回到测试场地 北京交管局的梁检军警官 为他们测量了此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酒精检测一剩的数字表明 三人均达到最久驾驶标准 为了随时监控志愿者酒后的驾驶反应 梁检军警官决定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同车陪伴 你对接下来的车是有信心吗 我觉得没问题 有信心 有信心 这个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真是喝酒和不喝酒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感觉好像没有明显的影响驾驶的这种感觉 但是刚才实际上是我真是有点控制不住了 因为在绕那个桩的时候 我觉得我手打方向盘的灵敏度已经大大下降了 打弯道的时候拐弯的时候 反应还是有点慢了 这确实不能开车 人的反应确实有点够不过来 我跟你说 这酒精的破坏力怎么就这么强呢 这之所以人在过量饮酒之后 会让我们的行为无法控制 主要是酒精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跟眼睛一样 变成近视 而且喝的越多 近视的程度也就越高 现在我们来看看酒精对人大脑的作用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个作用 我们特别请这个模型师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大脑的模型 大脑皮层主要是负责人的意识和思维活动 而小脑是人的运动和平衡中枢 这酒精会对人这个大脑皮层和这个小脑产生抑制作用 在这个酒精的作用之下 人这个自我约束能力就降低了 比如很多信息来自这个口啊耳朵鼻啊 这些信息就变得严寰了 从而人说话就隐无伦策 然后口齿不清 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站不稳 不过我还有个问题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醉酒后驾驶的情况 你不觉得你弄了一种情况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规定 当驾驶者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等于20毫克 小于80毫克时 极为饮酒驾车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也许仅仅几杯啤酒 或许很少量的一点白酒 即可达到这一标准 但是很多人觉得 少量的几杯酒 根本不会对驾驶产生什么影响 有些司机在少量饮酒后 交警很难从行为谈吐上对其进行判断 不过这细微间的差别 却逃不过酒精测试仪的检测 这对于少量饮酒的人来说 从表面上确实很难准确的判断 但这一点并不能说明 它在实际操作驾车的过程当中 对它能力的影响 你再说直接点 这不用说 咱们接下来这个实验 就可以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直接了当 究竟少量饮酒又会对驾驶者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我们再次通过真人真车的驾驶测试予以论证 来自大陆汽车俱乐部的另外三位志愿者决定 接受此次检测 这一次我们将通过舌行道驾驶科目测试 来对比三位志愿者永久前后的反应变化 一切准备就绪 第一轮测试正式开始 在这项测试中 志愿者必须保持汽车以20公里的时速 在这排追行桶间来回穿梭 同时车体不得与追行桶有任何接触 这就需要驾驶者具备精准的控制能力 任何的一点食物都会导致测试失败 不过令我们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三位志愿者都顺利地通过了第一轮饮酒前的测试 接下来进入饮酒环境 目前交规中对于饮酒驾驶的衡量标准 是驾驶者每百毫升却也充的酒精含量 大于等于20毫克 小于80毫克 三位志愿者根据自身情况特点 分别进行了少量研究 三个小时后三位志愿者再次回到了测试现场 梁写区警官对他们进行了酒精测试 检测结果是29 结果是46 你觉得喝完酒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呢 你觉得没问题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就喝那么点酒还有什么问题 我才不相信他们的脑子有那么清醒 对了你说到点子上了 其实这个少量饮酒跟这个大脑是否清醒无关 来咱们继续来看模型 大家看人这个在喝酒之后为什么会显得那么兴奋呢 原因就是酒精刺激到了这儿 下秋脑 下就是下秋脑 下秋脑在正常情况下 对人体的情绪进行调节和控制 所以在这个酒精的作用之下 这下秋脑它这个调节作用就降低了 所以人就变得特别心甘 话多好像自信心也增强了 难怪那些志愿者在喝完酒之后 都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肯定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不会出问题 所以啊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三位志愿者估计喝的差不多了 看看酒后的状况是谁 接下来三位志愿者将再次接受蛇行道测试 第一位志愿者十分顺利的闹过了前两个路障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汽车在拐过第三个路障时 前车轮与其发生了横转 怎么会转上呢 哎呀真没想到还真不一样 一不留神还真是碰上了 第二位志愿者的测试过程同样出现了失误 在出发不久后汽车突然停了下来 这是测试固扯中绝对静止的 这门会停下呢 我看着能过去 谁说大跟点过不去了 站一下吧 我觉得这名测试者呢 跟喝完酒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由于他喝完酒 小车的操作不大 然后呢 引起转而时机不顿 所以呢 从前两位测试者的失误 是最后一味提高了警惕 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汽车 在路障间穿行 看来酒精似乎 对他的驾驶技术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可是意外却在终点处发生了 汽车一侧的后轮将路障撞到 真没想到会装上 看来酒精还真是有作用的 通过听听的实验 可以非常清楚地证明 不管是酒后还是醉酒 驾驶机动车都是非常危险的 会给他人和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很大的危害 所以呼吁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饮酒 你看啊 饮酒前后的数据 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假设 这酒精的作用 对一个人的反应速度延缓0.5秒 假如一个司机正在 每小时30公里 这个速度正在开车 突然遇到了紧急情况 这紧急刹车这一次 就差了0.5秒 就多开出4米 就是这4米的距离 就很可能 要有一个人的意义 嗯 我明白了 哎 北京海淀的刘磊观众 为了感谢您的精彩提问 我们会把这期节目课程光盘送给您 相信您以后在进行交通安全宣传的时候 能够用上它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司机啊 对这个酒后驾车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哎 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一个是真喝了酒 他要过多长时间才能开车呢 这个啊 如果您要是真喝高了 那最好这一整天您都别动车 什么时候才可以动车 至少得24小时 以后你一定记住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给我们来信 会由我这个观众联络员替您转达 嗯 我 我们 为您共同来检查 届时您会发现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冬天 蚊子都躲到哪里去了 不同的温度下 蚊子的状态究竟如何 多低的温度能把蚊子冻死 蚊子如何度过冬天 原来如此 将用实验为您寄开这些谜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